你可能认为月球只是一个死寂的地球卫星,上面没有生命,但美国宇航局表示,最早将于2025年底登陆月球的宇航员也许不会是那里的第一批生物。 我们团队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是,鉴于最近对某些微生物可存活环境的研究,在月球上某个相对受保护的区域内的某些无空气的物体上,可能存在着微生物的潜在栖息地。 NASA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行星研究员帕巴尔·萨克塞纳告诉记者,的确,微生物有可能生存在月球南极处于常年阴影中的陨石坑里。 萨克塞纳也想知道,起源于地球的生命形式是否可能在月球之旅中幸存下来,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因为NASA在南极附近仍有13个地点可供选择,以执行即将到来的阿提米斯3号登陆任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载人登月任务。 萨克塞纳及其团队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介绍了关于这些潜在登陆点的研究,认为在选址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微生物在月球上这些地点存在的可能性。 专家指出,有机分子也有可能以附着在流星上的方式穿越太空抵达月球,但不能保证微生物也会如此。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人类在以前登月时在上面留下了微生物。 另外,2019年的一个失败的月球登陆器在其表面坠毁,当时它所携带的耐寒水熊虫被散布在月球表面。 NASA哥达德太空中心的有机地球化学家西瑟格·雷厄姆告诉记者,有鉴于人类探索月球历史的大量数据和碰撞记录。 我们认为人类是最有可能的微生物载体。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真的在月球上发现了生命,它其实很可能来自地球,但这不应该阻碍我们继续寻找。 毕竟,发现微生物可以在月球上存活下来,这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